。 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再来分享 钱人股 上个星期我分享的几个钱人股 都有不错的表现 有跟着的朋友呢,应该都是赚钱的 今天继续分享 已经讲了很多次,我们要找的就是这种形态 股价已经在底部盘整了超过4个月 形成了这个筹码风 股价从高顶部这边下跌盘整 然后在某一天 它就突破了这个200%均线 突破了所有的筹码主力线 突破了这个POC 过后呢,再一次的突破这个底部的筹码风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马路讯号 这边已经是没有什么套楼盘的 所以才要通上去的机会 是很高 这个就是一个好的矛盾 要怎样去找到这个形态呢? 就是用这个 某某APP 你看的这个是BC版本 这边已经有了一些 Filtoring的setting 它自动的就会显示出来 这边有很多股 并不是每一个 都是适合的 过后呢,就要用这个 Trading View 投码主力线 去做进一步的分析 而今天早上呢 我就找到了这几个 比较适合的 如果你是有兴趣去学习 如何用这个某某APP 再用这个 投码主力线 来做一些 买卖的判断 去找出这些 前任股 你可以去留言区里面 了解详情 现在是免费的 被邀请加入这个 WhatsApp小组 在小组里面 我们会讨论如何去操作 如何去 应用这个筹码主力线 应用这个某某APP 来找出这些股 第一个就是这个KITACON 我们来看看下 它是一个 新的股 可以看到它的 股价 它还没有突破这个 投码风 但是已经是 账上去的POC 账上去的直线 跟蓝色线 如果它有机会突破 站稳上去6.80 也就是突破这整个 底部 这边其实就是一个 头肩底的形态 突破之后 就有机会了 0.68 一定要收盘价突破 因为星期五的时候 是一个假突破 只有它收盘价突破之后 还是一个确认的突破 0.68 突破 码路讯号 另外一个是 Andex 它的图并没有刚才那个KITACON 这么漂亮 但是也是可以看到 它已经是突破了 所有的筹码主力线 突破了200天均线 但是还没有突破 这个筹码线 主力线就是0.645 如果收盘价 有机会突破0.65 也是一个 买入讯号 下面三个呢 其实之前呢 都是有 感觉到 但是就没有跑出来 我们就继续去观察 看看有没有机会 第三个就是这个 Tableboard 你可以看到 它已经盘整了蛮久的 但是它曾经突破了 这一个 筹码线 但是站不稳 又跌回来 假突破 现在我们继续去观察 看看有没有机会 当它突破0.345 0.35的时候 也没有机会 比较上去 这个最好是要有 确认信号 最好是要有两根 青色的蜡烛 来做一个确认信号 因为之前它出现的 假突破 RELAX STORE 这个是 相对是在顶部 股价在顶部 要做的东西 就是等它突破 这整个图码红的时候 有机会呢 这个顶 这个 顶部呢 就变成底部 不要上去 已经看了很久 都是一直没有机会突破 曾经出现假突破 但是没有站稳 或者同样的 也是要等它确认 这个最好是有两根七色蜡烛 突破0.265 也就是突破 所有的筹码主地线 突破这个筹码红 就有机会 不要上去了 突破0.265 是一个 马路讯号 最后一个是 REFORM 这之前也是有去 观察 但是它也是没有突破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主地线 0.225 如果它有机会突破0.225 突破整个筹码风 突破所有的筹码主地线 突破这个200的局线 有机会 飙上去 没有突破 就不要买入 这个形态呢 好处是说 买在 低点 等待突破 有突破 有突破 就可以买入 没有突破的话 就继续等待 不要轻易的买入 因为股价在底部 所以 风险呢 也是相对的低 要继续往下跌的机会呢 是相对低的 再加上有这些筹码 这些200天局线 跟这些指标 来判断它的这个 资金的流入 跟马卖点 突破的时候 是很大局会 往上飙的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 我继续分享 这些钱人股 记得 帮我去 share 帮我去like 订阅我的频道 当然 也可以在留言区里面 打上1 给我知道 就可以了 制造视频 不容易 请大家大力的支持 订阅我的频道 帮我去share 帮我去share 帮我去like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